梁朝伟一生演过无数的经典角色 光金像奖就拿过五次 而其中光跟王家伟导演合作的就有四次 要知道当年香港电影科正值黄金年代 张国荣、梁家辉、周润发、周星驰以及刘德华 各个都是一代宗师 而梁朝伟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那双迷离神秘 温情飘忽的眼神从那时起 很多导演才意识到原来光靠眼神就可以拍下 那么是什么样的眼神让众多导演为之钦佩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梁朝伟的演技 《阿非正传》中的梁朝伟只能算惊鸿一瞥 重庆森林开始梁朝伟才正式杀风 剧中梁朝伟所饰演的663性格孤僻 经常对着镜子说话直到后来试炼了 这种用肢体都表达不出来的情感 梁朝伟却用眼神完美的演绎了出来 再到电影《花样年华》 梁朝伟又变得隐晦内面 影片中的一句如果多一张传票 你会跟我走吗 成为了本片中画龙点睛的经典部分 影片中的梁朝伟欲言又致 境遇又动情 有时候感觉他泪眼朦胧 时而飘忽迷离 时而又坚定犀利 总感觉影片中的他有很多秘密 《花样年华》帮梁朝伟拿下的不只是金像角 更有嘎那影帝 再到后来的唇光乍蟹 梁朝伟更是浑然天成 瀑布前那种倔强 不甘 迷茫和孤独感简直易于言表 多年后 梁朝伟所饰演的一代宗师火遍大江南本 日中梁朝伟所饰演的夜吻 更让人眼前一亮 在采访时梁朝伟说道 专门请老师练了很长时间拳 以至于后来跟发小星也吃饭时 打人还经常切缩 与真子丹所饰演的夜吻中不同的是 梁朝伟所饰演的夜吻感情戏 更荡气会长 梁朝伟的眼神中 总能看到一丝浪漫 在王家伟尽头下 梁朝伟的眼神 似乎有太多层次感 两人互相成就 达到一种无条件信任的程度 王家伟会挖掘释放梁朝伟的天性 梁朝伟最懂王家伟想表达什么 所以他们合作了一步又一步的经典电影 为香港电影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在此之前 梁朝伟的演技也有被人挖掘 侯孝贤说梁朝伟的眼神很压抑 所以才找他演悲情诚实 但同事都说梁朝伟身为香港演员 说台湾化会出戏 于是侯孝贤大腿一拍 就把主角变成了哑巴 这部电影八九年上映 梁朝伟的妈妈观看过程中 全程泪流满面 之后买了蝶回家看一遍哭一遍 因为梁朝伟仅靠肢体和眼神 就把一个老实本分 敏感善良的聋哑人演得淋漓尽致 被时代裹挟而无可奈何 李安评价梁朝伟说道 梁朝伟是导演的梦 最理想的演员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 所以有了色界中阴毒狠辣的一先生 当剧中汤薇饰演的王家之 看到鸽子弹之后 动了侧影之心 用颤抖的嘴唇讲出快走二字时 短短几秒 易先生的眼神 从满使柔情变成警觉 质疑 最后到惊恐火速逃走 温柔深情又多一脚下的眼神 梁朝伟用几秒钟完美展现 说到梁朝伟的演技 又绕不开电影无见到 剧中的梁朝伟饰演一个卧底警察 当他看到如是如副的挚友 被从天台扔下来的那一刻 眼神中的惊讶无助 又极具隐忍的悲痛 让不少观众折服 但也有观众说 影片中的梁朝伟没有表演痕迹 对此梁朝伟自己说道 做了好多好多的准备 只不过他演到好笑不演 陆戏永远是难度最高的 所以看到无见到影片的最后 梁朝伟的一回眸 让影迷感慨在大时代下 宿命的悲剧在那一刻显得那么飘渺 梁朝伟的演技 帮助他自己登上了演艺巅峰 然而刚出道的梁朝伟演的很多角色都是喜剧 比如《鹿顶记》 金庸对此也评价到 各种版本的《鹿顶记》中 梁朝伟所饰演的《罪传神》 以及《东城西秀》中梁朝伟所饰演的《欧阳峰》 《魔性的香肠嘴和微笑》 完全不属于任何喜剧演员 早年梁朝伟和张学友 合作过一部经典电影《亚非与亚基》 这片子有些地方 给人笑得甚至不亚于喜剧《之王周星石》 我们看到梁朝伟驾驭过太多角色 那把角色抽离出来 生活中的梁朝伟 好像给人一种疏离感 那脸害羞的性格 让他有一种出世的感觉 这样的性格跟他小时候关系很大 梁朝伟的爸爸好度诚信 为此经常跟梁朝伟的妈妈吵架 梁朝伟小时候本来很活泼的 但在这样的环境下 吵架听多了 他经常会躲在贝里窟 久而久之就变得沉默寡言 孤疲内敛 后来梁朝伟的父亲去世 梁朝伟年纪轻轻就要承担起家庭重任 15岁辍学打工 卖过报纸 干过会计 售货员 可以说是尝尽人间百态 也许是童年经历类似的经历 机缘下的梁朝伟跟周星驰无话不谈 两人经常一起拍点电影闹着玩 周星驰当正派 梁朝伟就当反派 总是两人一顿打 最后反派被打死了 82年周星驰听说无限训练班招生 就把梁朝伟拉上了 非要跟他一起试试 当时考的是喜剧 星爷一眼就把人逗笑了 幸运的是梁朝伟无心插流反倒被看中 在后来梁朝伟成为演员 阴差阳错又一炮而红 19岁时的梁朝伟就跟刘德华、汤震野、黄日华 苗乔伟并称TBB五湖江 之后就演了各种喜剧 在《遇上王家伟》又形成另一种戏录 其实梁朝伟的演艺风格很多变 能无厘头也能演动作片 商业片游刃有余 文艺片更不在话下 梁朝伟出道40周年特别节目中讲到 梁朝伟几乎没有绯闻 他在娱乐圈是公认的一类 是个低调的社工 如果说梁朝伟的演技100分的话 那他社交的能力打一分都不为过 梁朝伟面对所有采访几乎都是一句话 凭借花样年华获奖 梁朝伟上台就只说了几个字 多谢王家伟 多谢 这被细射成史上最短或讲感言 香港作家马家辉就调侃说 最不想采访的艺人一个是周润发 另一个就是梁朝伟 他曾采访问到梁朝伟有什么梦想时 梁朝伟回答世界和平四个字 就可以提前结束采访 也许就是这样谦逊内敛的性格 梁朝伟才能和外向的刘嘉玲走在一起 跟张曼玉的一男平 也许是在过于沉静的角色中不能自拔 生活中梁朝伟也是个任性的人 关于他最广泛的传闻 事项不通事就飞去伦敦为鸽子 梁朝伟喜欢独处 比如划船在海面上飘 我几乎一个星期五天都在海上 我在海上 我自己一个人 梁朝伟还喜欢亚马路 喜欢爬山 喜欢安静静不舒 梁朝伟把大半生贡献给了香港电影的繁华时代 很多人不甘心他变老 也许不甘心的是 与那的进阶过后 进阶癫狂的辉煌时代所告别 尔东生曾问过一句话 帅只是很短时间的 你够梁朝伟帅吗 当然尔东生想表达的是 梁朝伟外在的帅和魅力来自于他内在的演技和人品 梁朝伟近年出现在大众面前 或者偶尔出现在街头 似乎都会看到岁月在他脸上又留下新的痕迹 梁朝伟有一种虚弱的特质 就像水一样 元王过去苍白而虚弱 却潜藏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种力量一定更深刻而眷勇 细水流长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归于娱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